对意识的讨论是最容易引起争议 主原因是我们要用意识来判别和分析意识 意识的真相可能因我们自身的原因而隐藏了起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将意识与物质分割开来所造成的 长久以来 人们总把精神活动及情感称为意识 并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特性 其他物种没有意识或只有很低级的意识 从这个角度上看 人类通过意识有无的判别 割裂了与自然的关系 将人同自然生硬的分割开来 那什么是意识呢 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停 并派生出很多外延性定义 从字面上理解意识 意识分为意和实 意就是思考 就是基于概念达成目的的过程 实就是感受 就是诠释概念的过程 这里引申一下 即意识存在于所有物质之中 是物质对自身和外界环境的理解和反应 从粒子到人类的高级生命都存在意识 只是应对所处的环境反应和理解的层次不同 表现出不同维度的特性 从而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意识 在同一意识维度中也存在着不同层次 意识不是人类的特质 是宇宙中所有一切共有的性质 此处的定义有别于传统的万物有灵说 而是佛所说的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来 万物皆有佛性的道理 在哲学领域总把意识和物质相对起来讨论 并成为哲学的第一问题 集谁决定谁的问题 唯心和唯物两派在争论中衍生出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 其中科学也是在这种争论中诞生和发展的 要用思维的眼光看待物质和意识的话应识 物质等于意识 也就是佛所说的心无意缘 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一乘以一等于一 物质是一 因意识等于物质 所以意识也是一 意识和物质交叉组合 就是世界的本源也是一 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性质 也就有了不同的意识 世界中没有无性质的物质 也就是说世界中没有无意识的物质 意识可以说是思维世界中 四根做标轴其中的一根 四维体的一个面 三维人类看不到它和物质的一体性 总认为它是独立于物质存在 并和物质在相互作用 上集中提到四维空间运动具有伤减的能力 也就是无限的有序能力 只要给四维空间提供目的信息 空间就会通过对物质结构的复杂组合 形成一种新的功能 从而完成意识目标 我们人类就可以看作是由一堆无生命的原子 按某种要求组合而成的高级四维体 具体如何实现 物质本身不用管 这种意识传导不是单向的 是空间和物质同时进行的 只有四维物质才能有这种 近乎无限的结构复杂能力 科学界不相信目的论 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不过是偶然成为那样 认为孔雀进化出如此复杂和绚丽的羽毛 都是自然选择的偶然结果 认为变色章鱼可以通过偶然 就可以用蛋白制作出各种色素细胞 并可偶然地学会用这些色素细胞模仿出周围所见到的环境特色 并且更重要的是 孔雀和章鱼还要把从偶然中学到的能力 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 目的性特征不是我们强加给自然的 而是对自然的唯一解释 神创论也是一种目的论 但在谁创造了神的问题前 犹如谁创造了四维宇宙一样 万物有灵论更有说服力 放弃这些枯燥的概念陈述 还是从身边的常识中发现和了解意识吧 有部小说叫《平面国》 里面描述了二维人的生活 这些二维人就只有二维意识 那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 有没有这种低维度意识呢 只有证明了意识维度存在多样性和发展性 才能让我们有信心地去理解四维世界 从而通过努力来进化意识维度 成为跳出三界的四维人 先看看意味意识 意味意识的作用方式是点状的 它只有微弱的空间感觉 其行为方式是 只向外展示性质 并被动地接受空间的作用 从基本粒子到所有无机物 意味意识集分布在其中 基本粒子因自身的性质 以强力 弱力和电磁力等方式 与其所处的环境产生反应 从而组成原子 这些是意味意识的低级状态 再高一级是通过原子 离子和分子所组成的物质 最高峰是以碳化合物而产生的有机分子 有机分子跨越两个维度 在意味意识世界 物质只有环境意识 并且是潜意识 其所有的性质 都是意识的反应 左旋或右旋 正电或负电 原子量 原子排列结构等 都以潜意识方式定义着物质的性质和行为方式 空间会按这些性质或交易识 为其提供最佳的处理方法 环境改变 每个物质就会做出相应的变化 形成新的物质 意味意识下 物质的行为采取了两条道路开始进化 一是建造更为复杂的意味意识体 比如碳原子变成石墨或变成钻石 还有各种复杂人造或自然形成的化合物 另一条就是进入升级之路 通过有机分子制造意识维度更高的物质形态 生命 当形成了高级的有机分子后 其复杂程度也增加了 也就是从四维里显示的内容多了 这也就是空间伤减力导致的 物质开始加入了时间意识了 自时间意识一产生 它就从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 有了生死 它对周围环境的区分能力也在增加 自我意识开始萌芽 这就逐渐产生了二维意识 从低级的有机分子到核酸再到蛋白质和DNA 二维意识同物质体复杂程度一同发展着 也因其复杂程度的增加 保持其特质的难度也在增加 思维中的时间面被二维意识所感知 二维意识由此有了生存愿望 并不断向空间发出了伤减的信息 空间也就按不同的信息缔造出更为复杂的物质 现在科学的解释是一种规模化自组织能力 这是一种自发的由简单系统 向复杂系统转化的能力 并遵循规模法则 规模法则就是四维空间法则 其力量在于 揭示出决定高度复杂系统主要行为的潜在原则 及复杂系统的任何生长指标 并不是按照1比1的线性法则来思考 而是要按照各自的指数来衡量 并用非线性思维去理解 请参考 规模 一书 在这一法则指引下 蛋白质向单细胞制多细胞生物发展了起来 传统理论认为 生命就是在一个大的培养基里 由电机等外界刺激偶然发生的 显然是纯微物论的解释 它无法理解思维的伤减能力 也不能想象意识 与其本体的互动能力 物质越复杂 也就是意识越复杂 其对环境的理解和作用 也就越复杂 同时向空间中反馈的信息也就越多 诉求也就越多 空间所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就越多 这就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 因这种信息的交流反馈 是以整体形式进行的 所以空间给出的 都是整体解决办法 从而形成了完整且严密的生物链条 这条链条越来越长 最终形成了我们的生机盎然的自然界 二维意识的发展也分为两条路 一条是二维意识的极限植物 第二条路是意识升到三维的动物 越离我们近的物种 我们越好理解它们 植物就在我们身边 与我们息息相关 来看看植物的意识特征吧 这里强烈介绍由查莫维茨博士所著的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一书其中向人们揭示植物许多不为人知识特性 读完后 你会对你身边的花草另眼相看 也会对咽下的食物萌生敬意 从书中得知 诗人公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并非是以物抒情 而却是植物有外激素和程序记忆 而导致的目的性行为 花草树木 它们有触感和光感 有与人类相类的神经系统 通过书中的这些介绍 植物的另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自然界中 任何植物在白昼江中的时候 看到的最后一道光都是远红光 这意味着植物就该休息了 早晨 植物看到红光便又醒来 通过这种办法植物能够测量 在它最后一次看到红光之后 过去了多少时间 借此便可以相应调整其生长 从一个更哲学化的层次来说 植物能记住看到的最后一种颜色 作为固者 生根的生物 不能退缩或逃脱 但它们能够改变新陈代谢 去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尽管在生物体层次上 植物和动物对触碰和反应方式不同 但在细胞层次上 引发的信号却高度相同 植物细胞受到的机械刺激 正如神经细胞受到的机械刺激一样 能引发细胞内外离子条件的改变 从而引发电信号 这信号可以在细胞间传递 并再包括甲 盖在内的离子通道 协调蛋白和其他植物组分的协调活动中发挥作用 这也和动物极为相似 植物记忆就像人类的免疫记忆一样 不是托尔文所定义的语意记忆或情景记忆 而是程序记忆 也就是对如何行动的记忆 这些记忆依赖于感知外部刺激的能力 托尔文进一步提出 这三个层次的每一层次都与意识从低到高的某个层次相联系 程序记忆与感知意识相关 语意记忆与理智意识相关 而情景记忆与自知意识相关 这些只是一些概括的结论 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 我关注的是这些能力的意识范畴 从有机分子到单细胞的藻类 再进化到苔藓植物 后期绝类植物出现 随着功能的增加 出现了种子植物 这一过程中 二维意识在期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传统进化论中 总是以物种的被动试错作为进化方式 任何一物种都是经无数次试错后 偶然成功地取得了最合适的条件而进化的 这种理论在单一环境 和少量物种的特定条件下 有可能实现 但拿到整个自然界和生物链上看 就漏洞百出了 生物链中的各物种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此紧密 任何一个物种单一的变化 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如每个变化 都是靠随机的试错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这个链条早就不复存在了 正确的答案只能是 在整个链条上的所有变化 都是整体进行的 物种之间通过意识将变化的要求和目的传导给空间 空间的伤减力 从这些信息中找到一个整体的适应方案 通过基因方式 将进化信息反馈给各物种 从而各物种可以同时进行同步变化 不同的物种 意识的内容不同 得到的解决方案也不同 比如 一些有次植物和有毒植物 就是这个植物自身提出的防止被一些动物侵害 要对自身进行一些改造 植物不清楚动物的皮肤的结构和疼痛感受 更不知道动物身体的化学特征 它只需根据自身的理解提出要求 空间就会根据这些要求在不同的植物上生出可以刺破皮肤的尖刺 也可以让植物提炼 合成出一些对动物身体产生作用的化学合成物 这些能力有效 且可以通过种子将基因传给后代 最为奇妙的是 随着四维体在三维世界展现的越多 物质的复杂程度的增加 生命这种更为复杂的物种的出现后 四维体的一些特征 也在三维空间中以三维世界的方式出现了 其中两性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子 低级物质往往以酸减 正负电荷的形式来出现 并且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中国人很好理解阴阳的道理 它是由一生成的 依旧是四维体 四维体是在任一位置上 都进行着两个方向同时的相向运动 这种四维特征用三维视角看 具有了相对的两性 一些动植物可以通过雌雄两性的结合 制作出一个新的四维体后代 这是两性繁殖的本质 为此人类上演了多少悲喜剧啊 植物按自己逐步升高的二级意识层级 通过分形原理塑造着自己 其中步伐出现像捕虫草和寒羞草这样的跨界植物 它们不满足于以阳光为时和被动的受环境左右 它们向着主动迈进了 但因它们过早地走上了邪徒 在植物的路上走得太远已不能回头了 植物们多么想成为指环王中那些可以行走的大树呀 就是这一意识 使一部分还未走得太远的二维意识生物 开始向具有三维意识的动物方向发展了 在七亿年前先出现了珊瑚和水母等低级的动物 后在寒武纪时期出现生物大爆发 这次大爆发的起因一直困扰的科学家 但如果从空间商减与意识的整体交流的观点来看 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空间是在收到各种分型升级信息后 一次性地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 从而使各物种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平衡关系 使得思维体可以在三维世界能以各种形式展现 要注意 这里没有任何的理性因素和主观的目的性和功利取向 这些都是三维人后来赋予的形式和意义 记住 思维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改变 食物链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设计 身形巨大的蓝鲸只食用微小的鳞虾 食肉动物只吃肉 食草动物只食植物 问题是 同生于生物种类繁多的海洋或森林 为什么有些动物就只吃一种或一类食物呢 有人回答是由于身体构造的不同 那问题又来了 它的身体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 回答是基因 那基因如何设定的呢 进化论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从自然角度 杂食应该更易于生存 可自然却选择了很多只食用单一品种食物的种类生存下来呢 根本原因就是食物链也是意识维度所决定的 由我们科学家所总结出来的生物术就可以说明 意识在各物种的演化中具有方向性和复杂性两个特征 方向性是对道路的选择 意识一旦进入某条道路 就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这条路的所收集的信息中 只适合这条路 并可以越来越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奇妙的动植物 在它那个层级上 可谓的极端的精巧了 比如鸟类 可以说是在最初 它们选择飞行这条路后 一直按着它们的理解 构造着自己 分化着本类 时间给每个物种都一样多 每个物种都有充分的时间 按自己的理解极限和需要改造自己 这就是拥有千万种不同类别的生物界 生物界有多么精妙 有一本美国作家写的 《超级生物探寻指南》 记录了许多拥有极端能力的生物 从这里看空间越来越像万能的上帝 其实不然 上帝有自己的意志和喜好 而空间没有 应该更像老子说的 道 道 生的一 二 三 就是空间的伤减作用 而逐渐生成的万物过程 空间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主宰 空间是有求必应的菩萨 在进化论中 最难解释的不是从源变成人 而是什么物种如何变成的圆等灵长类动物 化石中没有证据 并且许多物种都是这种跳跃性的突然出现 它们一旦出现 就是有各种天生绝迹的战士 直接参与生物竞争 从这些拥有能力的超级生物与人类来比较 也得出一个结论 只寻求单一的极限能力 也不及人类这种追求智慧的物种 所以智慧为王 当了解了三维意识的动物物种的形成过程和激励后 再回过头来看 一看三维意识本身 我们作为具有三维意识中最高级别的人类 可以比较容易地反观三维意识的全貌 人类的三维意识级别最高 是人类分形程度的体现 按良度一个分形图形 对空间者骤程度的分数皆维度来判定 我们是3.25-3.75级近似四维体 这是通过克莱伯定律得到的答案 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关注了不同动物的代谢率 并发现了它们是遵循秘律的 克莱伯定律指的是 代谢率随体重的约四分之三次米发生变化 K等于三四 大象体重是老鼠的一万倍 而大象的基础代谢率只有老鼠的一千倍 说白了 就是体重轻的动物吃很多东西 但是不长肉 体重重的动物 它单位体重的能耗反而更低 后来生物学家又发现了好几十个类似的标读率 比如说脑容量跟体重的四分之三次方程正比 体重越重脑子越大 但是体重长得比脑子快 心率跟体重的负四分之一次方程正比 体重越重心率越慢 寿命跟体重的四分之一次方程正比 体重越重寿命越高 这里反复出现的分母为四的现象 就是四维体才有的特征 具体道理请参考 规模一书 这里不展开讲了 这里再一次证明四维世界的存在 并且人作为四维体 可以调用四维体的另一面及意识 这样的人类就十分接近四维了 那我们和其他动物在意识维度上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还是拿我们最熟悉的宠物狗举例 上个例子说 主人带狗去超市 把狗拴在外面 这时狗会表现出不安 这回是把狗拴在一根 竖在地上光溜溜的铁管上 主人只是将狗绳往这根不太高的铁管上一套 就进超市了 大部分未受过专业训练的狗的反应 是使劲绕着这根铁管挣扎 是拖摆脱狗绳的束缚 它会反复绕着铁管转并用力地甩头 最终也不能解脱 其实 它只需走到铁管边 用嘴将绳套向上一台 它就自由了 但狗不会这样做 它也看到了这些东西 可它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意识维度的差距 狗不能将自己 狗绳 铁管这些现象联系起来 找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人类在终极问题上 何尝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狗相对于人来说 意识维度就低了很多 这种维度差异主要表现在记忆力 逻辑分析力 想象力等方面 动物不能理解自身的四维性 也无法调用这些特性 低层级的动物只能理解物体高低 前后 左右 大小等空间特征并能对发生在眼前的事件做出快速反应 却不能理解物体的卷曲 折叠 缠绕等三维分形状态 更不能充分理解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块汇动的肉 记忆力是对发生事物的空间按时间序列储藏和调用的能力 逻辑分析力是将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中的事物进行比较判断的能力 想象力是描绘还未曾出现的时间或空间中的事物的能力 由此看出 人类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和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动物 并且随着认识层次的逐渐提高 已开始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一体性及时空的概念出现了 这种意识一旦从理性思维层次写入到基因层次成为本能 人类就完成了升级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意识在进化中的作用机制 一维意识体因其结构比较简单 可直接将升级信息与空间交流 而二维意识体及生物 因结构复杂 就是以基因方式进行交流了 生物将所处的环境的感受信息存入基因 空间会从这些信息中分离出个体感受还是共体感受 再用这些信息同整体环境条件比较 将最可行的变异方案反馈给基因 从而实现生物的各种演化和突变 低级意识体主要靠生理性感受产生信息 随着意识维度的增加 逐渐通过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感受产生信息 生理信息如冷、热、痛、痒、累、饥饿等这些 生苦的信息会提示空间 此生物体正处于与环境的不适应状态 需要增加能力或改变环境 从而使其处于稳定态 一般对环境进行调节影响较大 所以都是对提供信息的个体进行适应能力的调整 从而获得一些超出常规的能力 这就是苦修的原理 偷偷修行者做出各种折磨身体举动 以其获得最强烈的苦信息 从而练就出新的功能 佛祖当年也修此法 后才发现这不过是一种低级动物的进化方法 虽然可获得人类可期的功力 但不能明心见性修成正果 所以苦修六年后 续终到修行了 心理信息中的喜怒哀怨增返等这些 辛苦信息因素 是人类基因变化中很重要的地位 这种心理信息和心理信息 对基因的作用方式不同 深苦信息的成因和对应办法 一般比较明确 而辛苦信息这方面就十分模糊 往往造成基因混乱 使应变出错误 这就是人类癌症的主要内在原因 医学已证明 长期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是癌症产生的主要原因 而低级动物的癌症 都是因生理因素造成的 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 只有人类才有追求痛苦和感受痛苦 并主动地摆脱痛苦的意志力 所以说只有人才可以修成 思维意识开悟成佛 人的意识中有乐的状态 乐的信息使空间知道 你正处于或正朝向一种极为适应的状态 贪想其乐造成不能进化 或向其他物种转化 这就是戒的原理 在意识中 剔除苦乐二边 不再取舍处于定中 思维空间的本来面目就会出现 从而使意识维度升级 得到真正的智慧 这就是戒 定 会 三无漏学的机理 从动物这种三维意识的物种开始 其基因信息就不单是迭代式的纵向传递了 而是更多的通过个体的活动而组成群体 并在群体间横向传播基因 这已被科学所证实 并且随着三维层次的增高 也从接触性的化学传递方式 向意识信息传播方面发展 到了现代人类 已经可以用各种传媒载体 将一种观念或感受迅速地影响到全人类的情感及基因 这就是科技作为人类升级的根本保障 只有全人类产生共同基因诉求 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升级就会越快地到来 这也就是佛所说之真正的大乘之法 菩萨的大乘之行 既是度人也是度己 方便且快捷 无需再等两大阿僧低解 但从历史上看 过去所经各大乘之道 就有明显的不足了 从前面的内容中我们知道 商减成功需要提供信息要有合理性和完整性 就如我们生产活动中一样 要实施一个工程前 虚精充分的论证后才能制定方案和进行施工 人类进化的伟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 各种影响进化的阻碍已经清除 现在科技有了方向 开悟有了办法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拥有思维意识的新物种是什么样的呢 佛经中有很多的介绍 但也被加入了许多迷信成分不可全信 从永家 正道歌中可以体会一下四维生命状态 此文很长 此处指引其中一句已亏大家 行一禅 做一禅 与磨动静体安然 纵欲风刀场坦坦 假饶毒药也咸咸 这是何等境界 本集总结 意识是四维体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 所有物质都有它意识的层面存在 意识维度的差别 决定了与高我 衔接的状态 与高我的对话 决定了生命进程中的一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